本土 民主 反共 寶萊政治 民生起義 My Radio 2016 各位觀眾新年快樂 恭祝大家猴年進步 踏入了2016年 其實大家會見到 香港出現了經濟政治 兩方面都有大的動盪 My Radio在這個時候 更加需要大家的支持 有大家的持續支持 我們才可以繼續營運下去 所以請大家 持續支持My Radio的節目 月費計劃 立刻上MyRadio.hk 節目月費收費表 揀穿你心目中的節目 My Radio同仁 感謝各位過去一年的支持 祝大家後年平安快樂 字幕提供 擁抱大香港主義 香港地 香港人做主持 大香港早晨 大香港早晨 早晨 回來第三節 第三節我們約了兩位朋友 接受電話訪問 兩位都是學生 首先我們會打電話 給前港大學生會會長 馮敬恩 這麼快 時間很快過了 你猜是想裝是想 永遠裝 不用畢業嗎 馮敬恩現在的身份 就是港大校委的學生代表 就是本科生的代表 因為研究生也是研究生的代表 應該我們電話接通了 Billy在我們的電話旁邊 Hello Billy 早晨 Billy早晨 多謝你再接受我們的訪問 我們今早打給你 也是就著昨晚 昨天在港大校委 再次校委會會會議 那個時態 是打給你問一下情況 第一件事 就是昨天 港大校委的會 就是用一個流亡的方式 就是已經流亡了 這個會展開會 關仔會展開會 關仔會展開會 而且是用了幾萬元來開會 聽說幾萬元去訂場 這個我們之前都是坊間 以及你們自己 我都看到是 港大都有作出聲明去批評 但是昨天有個時刻發生 就是我們看到報道 是在開會期間 你是被人趕離場 即是類似趕離場的方法 是趕走了你 那究竟是甚麼一回事 當時去到的時候 他第一個議程 就是處理一些所謂的 security concern in respect of in respect of in respect of the attendance of the council member 意思就是說 一個人 一個校務委員會的成員 出席 是導致幾個校務委員會的成員 對於安全 是有一些擔憂的 所以他就先處理了這個議程 這個議程裡面 他就對我有幾個指控 第一個指控就是 指責我在2016年1月的會議上 你不停用手提電話去提示 或者去告訴外界 究竟裡面發生甚麼事 以及指責我在2015年的7月 以及2016年的1月 嘗試開門給同學 進去見校務委員會的成員 所以當時他就要我做兩件事 就是重新簽回保密協議 以及第二件事就是 要我簽一個協議 去確保 與會者在會內和會後的安全 都是他最後的聲明 最後的定本 就是他說 是直接間接行為 不會傷害 但其實當期在會議裡面 其實都是大家口口口 因為其實是沒有文件 也沒有準確的字眼出來 所以就是這樣 到最後 由於我拒絕簽署 拒絕簽署第二個協議 就是關於確保他人身安全 轉車等等 所以我就被趕離場 即是說開會的情況 就是第一件事 當時要你簽署的協議 就不在會議的議程中 沒有寫下去 在議程中 應該這樣說 處理一些相關的事務 就是議程 但是譬如說 我之前是收不到任何文件 是關於我要簽這份文件 而這份文件 其實這份所謂的協議 也不是一份文件 是大家口口口 其實就是 口口口的意思是什麼 意思是說 在那裡 就是叫你 要作出口頭承諾 要保障安全 是的 這樣 當然 他開會的時候 也會有法律顧問在旁邊 他就會 用一個最專業的法律角度 去講 即叫你宣誓 就是 講準確的字眼出來 就是這樣 我的意思就是 即是有一個法律顧問,即是有一個律師,有一個第三者在監獄 他叫你口頭要說,其實是類近宣誓的 是,即是形成一個verbal consent,即是要在口頭上達成一個契約 是這樣的,他這個流亡下位在外面開會 然後叫你去的時候,一班人圍繞著你 然後就立刻說你即場要做一個書面的承諾 或者我甚至是一個宣誓 這個做法是很恐怖的一件事 但當時你那一刻有什麼反應呢? 當時我是他絕對簽署的 首先他對我指控,其實拿不到實際證據出來 譬如說我在裡面繼續訊息 不停地傳短信出去,去告訴外面情緒 那他又沒有我的手機自圖 那他知不知道我有沒有證據 港大學會不可以這樣用手機嗎?不可以用電話嗎? 是可以用電話的 但是上一次… 那有什麼問題? 就收電話了 其實是… 你見到立法會的議員都走到立法會 和外面的通道中間去用電話 他說那叫緩衝居,還可以這樣說 是吧? 那港大學會用電話有什麼問題? 當然他就是沒有一個實際證據 還有第二件事就是… 因為其實過…其實我事前是不知道 也不能夠有一個充分化的諮詢 才去處理這件事情 在程序上不對 第三件事就是… 每個人都…每個人裡面開會 理論上是不應該有什麼附帶條件 因為我們每個人的產生都是根據 香港大學條例和規程產生的 如果他現在要再簽一些協議 才可以令你可以出席的會議 其實是做壞的先例 你之後可能要再簽十個協議 或者簽十個協議 可能你要擁護中國共產黨 你才可以開校委 很難說的 所以是開話先例 那我就當時拒絕他簽署 我想搞清一件事 我想搞清一件事就是… 你剛才的說法就是… 譬如你作為一個… 現在你的身分是本科生的學生代表 其實你是通過學生… 即是現在在香港大學裡面的學生會員 投票給你成為學生代表 進身這個校委會 是… 即是你剛才的說法就是 你是符合一個大學的條例和學生會的會章 即是大學的學生… 大學的學生… 大學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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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從而成為一個學生代表的… 是… 而你進身到進入這個校委會的時候 他要你附加有一個這樣的承諾的話 其實我的理解 會不會這個是一個… 所謂的… 可以是司法覆核 或者是違反了本身大學條例的呢? 呃… 會不會… 這個呢… 我們要再問法律以前… 不是… 因為這樣說的… 因為這樣說的… 我自己這樣想 你那個… 當然會員的資格是因為你透過大學條例而投票出來的… 是… 那你會成為那個會的會員… 是… 現在就是說他要加一個門檻… 去蝕奪了你這個成為當然會員的資格… 那其實理論上這一件事怎樣出來呢? 那他沒有經過程序… 那是… 固然的… 他是在違反大學條例的… 嗯… 他不會蝕奪了我… 那個… 作為會員的資格… 但是他會蝕奪了我作為會員的權利… 就是他不讓我去開會這樣… ok…ok… 是的… 但是其實都… 其實某程度上… 都是… 就是我自己覺得… 是違反了本身的原意就是… 你選了這個代比賽… 那你就期望他進去開會的嘛… 就是期望他進去開會的嘛… 就是沒有理由是… 他是會員… 但是你不讓他去開會… 因為他不符合另外一些條件的… 那他也說的是不合理… 那至於這方面… 我自己就… 應該要再問一問… 就是律師意見… 究竟是… 這個方法… 就是這個做法… 是不是有法的依據… 還有是否合適… 是… Viria 我想問一下… 那個議程的問題… 你們本身平時… 一… 下委會開會… 是否應該… 那些議程是… 會… 有… 有… 有定案在那裡… 或者是本身… 你之前… 開會之前… 你會知道的… 其實… 開會之前… 是知道一些議程… 但因為… 有些文件的… 有些報告要先看的… 所以他也會… 他也會… 附帶… 一次過寄給我… 但是這次… 所謂第一… 第一… 第一個議程… 你事前… 知道嗎? 我知道有這樣的議程… 但我不知道… 要簽這些東西… 或者… 要口頭上… 承諾這些東西… 剛才… 剛才我問的是… 關於法律程序上… 和大學條例上… 他們會不會有… 相互抵足… 相互抵足的地方… 但第二件事… 其實… 你… 你… 沒有經過任何的情況… 說過… 你之前… 有犯上一些… 違反大學條例的事情… 或是有定罪的… 即是… 你是無辱之身來的… 再加上… 你現在的身份… 是一個新的… 科生代表進去… 那他用甚麼基礎… 告訴別人… 要你去保障… 他們的安全… 我也不知道… 但是… 他… 我也不太聽錯… 他就這樣叫我去保障… 我… 我也不知道… 可以怎樣保障… 還有… 最主要的問題… 就是… 我怎樣保障…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家… 但… 他已經… 已經去會展了… 你還可以怎樣保障… 送去火星… 會不會… 會不會有這樣的狀況… 假設你簽了… 所謂的… 要承諾… 安全保障… 那些… 其他… 下委會… 會員的… 安全… 確保他們的安全… 如果你簽了這些… 類似這樣的… 文件的話… 是否反而… 證明了… 你本身是… 大危險的呢? 我也… 覺得有這樣的… 真的… 意義在這裡… 也有這樣的… 含義在這裡… 所以… 我也… 所以… 結果… 當然你沒有簽… 但我想… 有一件事… 就是… 他們要你作出的口頭承諾的時候… 那你不做… 那怎麼辦? 懲罰… 如果不做的話… 其實… 當時… 在開會的時候… 你那張是沒有告訴我… 不做會有什麼後果的… 當然… 到最後… 張達明就問… 你告訴你… 你… 先不符合程序… 你事前也沒有跟別人說… 還有… 你可否說… 做了會怎樣… 你那張才說不做的話… 就會嘗試… 去… 在會議上的… 開會的權限… 這樣… 所以… 其實… 只要不簽… 他就會… 不給我開會的權限… 我想問… 到你離場的時候… 那一刻… 其實他們在裡面… 用這個方法… 留難你… 就要你離場… 是呀… 是呀… 就是… 最後他們再投一次票… 就是要我… 去… 就是… 問我簽不簽… 我就說不簽… 他就… 就… 要… 暫停我… 開會的權利… 即場投票叫你離場? 是呀… 是呀… 這個… 真是… 用到所謂的制度… 用到一個極權的極致… 是呀… 13票贊成… 13票贊成… 5票反對… 3票棄權… 是呀… 所以… 如果你問馬飛鑫… 究竟是甚麼叫Mog Rule呢? 那昨天就在議會裡面… 顯現了甚麼叫Mog Rule… 這真是Mog Rule來的… 這是流氓法規來的… 這真是流氓來的… 是啊… 但是… 有一件事就是… 他叫你簽的話… 假設… 假設我簽的話… 但我後來… 他們有遇到這些人生… 或者他們覺得自己的生命安全的話… 那… 你會叫我違約… 那有甚麼問題呢? 就是… 你會受到甚麼懲罰? 我就是不知道… 因為他沒有八字一字寫出來的… 就是… 你簽了不知道要做甚麼的… 整件事… 就是如果要簽的話… 是啊… 他不知道要做甚麼的… 那其實嚴格來說… 是類近恐嚇的… 就是叫你簽一些東西… 然後你不知道要做甚麼的… 對… 而且他說… 要你確保他人生安全… 那他要求你… 你不要威脅他… 還是要求你保障他… 不受其他人威脅呢? 是啊… 所以就是… 他覺得他很幸福… 嗯… 他後來出的聲明是更清楚的… 他後來出的聲明是更清楚的… 嗯… 就是後來就有一個… 寫的… 寫的聲明出了… 就是… 港大出了一個聲明… 就是… 他不承諾… 無論是直接或間接… 去作出所有他們的行為… 但其實這個… 在裡面… 就是… 不是那麼… 不是那麼準確的… 去提到… 就是… 要確保他們的安全… 我相信是… 我不要做一些… 令他們危險的事… 是的… Billy… 現在去到一個這樣的狀況… 你… 你… 現在他就有一個… 無理的要求… 要你簽一些… 都不知道是甚麼來的東西… 然後你… 很正常地… 你不簽… 然後他就… 當場就… 投票… 就踢你走了… 這樣… 剝奪了你作為一個… 學生代表… 或是下委會成員的… 開會權利… 那麼… 你可以怎樣做呢? 首先第一… 就是… 關於… 就是… 究竟他這個做法… 究竟是否有費… 我要再問一問的… 我要再拿一拿法律… 叫他怎樣處理… 第二… 就是… 其實… 下一次… 都可能會… 有同一個問題的… 其實… 文靈道上… 我在裡面… 希望可以表達… 本科生的意見… 就是… 不能夠每一次都被人趕走… 他開不了會… 那麼… 我也要想… 究竟我… 應該要怎樣處理… 就是… 儘快處理這件事… 希望可以之後… 可以表達… 就是… 同學的本科生的意見… 在裡面… 在當中… 即是… 現在李國章一開始上任… 就搞這些事情… 就是… 是啊… 真的… 上任那段時間… 而且… 我想… 我想… 我想問… 他現在暫停你開會… 他只是暫停那一次… 還是一直暫停… 直到他另行通知你可以開會為止… 那一次… 我相信是那一次的… 那麼… 到下一次再開會… 下一次可能… 他又要再投票一次… 再趕你一次… 即是他每次趕你一次才行… 是的… 他應該會再問我簽不簽… 那如果我說不簽呢… 他就… 因為他也說到… 下一次回來… 他必然會再問… 那他當時的回應就是… 那… 即是… 他… 即是…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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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當時的說法就是… 下一次回來… 也會再問這個問題… 即是恐嚇… 即是恐嚇… 現在其實你在那裡… 被他集體欺凌… 是… 是一個欺凌的事態… 但我看到昨天… 暫時… 他昨天做到這樣的情況… 但我看到一個報道… 是在說… 昨天你… 在一個會議給他們… 是叫做… MOP OUT… 是一群流氓欺凌… 然後後來又透過投票… 去趕走你… 你走的時候… 我看到那些報道… 說你是被人跟蹤… 是甚麼的… 我走的時候… 其實… 因為… 那些… 負責跟蹤的人… 是有些樣子看的… 有些樣子看的… 有樣子看的… 是的… 所以… 其實… 你會看到的… 而且他… 全部都戴耳機… 即是… 去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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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甚麼有些人很神心… 追星追著你嗎… 大家不會的… 是的… 所以… 其實… 都是… 給我零三心… 我開會而已… 我之後都回去… 港大再開其他會… 雖然… 那你跟著到去哪裡呢… 我… 我在金鐘… 即是… 我在金鐘… 下車… 然後… 我在灣仔… 去到… 施線不斷跟著… 然後… 下車轉了的士… 坐的士離開… 是… 是… 這件事… 其實是… 需要嚴厲地去選擇… 因為… 你… 幾樣東西… 我… 大學的條例… 我不知道… 例如你剛才也說… 你有諮詢法律的意見… 在裡面有沒有相互抵觸的地方… 這個做法… 第二樣的就是… 你現在是… 你現在是… 你無罪的嘛… 前提是… 你無罪的… 即使是… 你一單還一單的… 現在你是一個… 新的代表進去… 新的身份… 沒有理由的… 就是… 要用這樣的方法去做… 反而我覺得… 其他校委會的成員… 就是… 怎麼可以容許這件事發生… 即是… 你13票贊成… 5票反對… 3票棄權… 那我就當你那5票反對… 那你也要… 聯合… 就是… 這個… 結果是輪迴回到那個項目的… 為何要改革大學校委… 改革委員制… 現在你5票反對… 除了張達明… 那你… 其實… 我覺得… Billy… 其他5票反對… 有否跟你表達過… 他們會在校委會… 幫你手做些甚麼… 即是… 即是… 他們都不贊成這件事… 我相信… 沒有… 其實整件事… 事前是不知道… 原來要簽… 原來不知道… 要不簽… 是不能開會… 真是… 其實… 是… 事前是… 我不知道… 其他校委… 即是… 其他可能投反對的校委… 都不知道… 但是… 例如張達明… 他裏面也有表達過… 很多… 幫一下口… 其實… 因為裏面的法律顧問… 其實… 都會說… 可能張達明… 也有幫一下口… 但是… 似乎裏面的人的態度… 尤其是你那張… 你那張的態度就是… 即是… 我聽到… OK… 然後… 其他人說話… 完全不理張達明… 其實裏面… 都是比較困難的… 一個局面… 那我想問… 譬如現在… 港鐵學生會… 有新會長… 那他們… 現在怎樣處理… 新會長是姓孫的嗎? 是… 沒錯… 那… 因為過去… 就是… 因為本科生代表… 孫小藍… 所以… 他應該會… 另外… 再選下一屆的… 本科生代表… 明白… 好… 那你那些… 那些情況… 我們暫時了解到… 這個現況… 那我相信… 你們是會繼續跟進的… 是… 是… 那有最新的消息… 我們再次找你訪問… 還有… 大家留意時報的報道… 好… 因為其實… 講來講去… 都是見到的… 就是李國章就用這個方法… 你還可以怎樣說… 跟他說規矩… 那我們今早… 謝謝Billy… 因為我們接下來… 有另一個電話… 是打到令嵐… 麻煩Billy… 麻煩你… 麻煩Bi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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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是類似大學的公投… 是… 就著這個公投… 其實各間大學都已經有結果… 通常都是一面倒… 要改革… 以及廢除… 是一個大學的… 校監… 特首是校監的必然制… 特首是校監必然制… 大學校董會裡面的… 校委成員的委任… 就要廢除… 是… 當然同一時間… 就是要加強… 裡面的… 教職員… 學生… 在大學校委裡面… 組成的成份… OK… 而各間大學都有一個… 結果… 而… 教組之前… 有個結果… 就是領南大學… 已經是做了那個公投… 有結果出來的… 但同一時間… 校方… 他們在那些會議上… 都有說過… 就是他們會處理這些情況… 但是… 校董會開會的期間… 剛開會的時候… 沒有… 再次… 再次… 就出現一些狀況… 就是那些… 校長… 鄭國漢… 我們也有見過… 我們昨天也有說… 昨天… 昨天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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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也有說過… 就是因為原本… 如果大家有印象… 10月19日的時候… 就是領南一批學生… 圍著這個校董會… 逼使他們出來… 跟學生談談… 當時就要求他們… 成立一個專責小組… 檢討這個大學條例… 這樣… 當時那些校董走出來… 都說… 好啦… 我們會聽你們的意見… 這樣就談談… 這樣… 後來… 令南也是通過了… 他們的一個投票… 這樣… 給學生的投票… 那… 學生是大比數… 九成幾… 支持… 要修改… 這個校董… 必然校監的條例… 這樣… 但是呢… 在上個月的時候… 一月頭的時候… 就… 在這個校董會裡面… 就否決了… 就成立這個專責小組… 去檢討這個特首校監必然仔… 所以大家… 就對此相當的憤怒… 這樣… 也是因為這樣… 所以… 我們就… 今天… 訪問… 這個… 領南大學的學生會會長… 劉振林同學的… 湘潔現在電話… 是不是接通了… 是… 是… 好啦… 昨天我們都說過… 早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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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振林… 我是鄭松泰… 不好意思… 好像剛剛吵醒你… 喂… 今早我們大香港早晨… 就有… 湯姆、派陽… 和阿譚正在那裡… 也是問回… 關於… 領南大學… 其實在… 前日… 沒有記錯… 前日… 前日… 禮拜一… 我們看到… 其實網上都有… 比較多的片段… 和報導… 是關於領南大學校長… 鄭國漢… 衝擊… 他在那個校委會… 就到處走來走去… 要進去會場… 以及也看到… 有少少跟同學之間的… 那個… 爭執… 當時… 其實為什麼會出現… 這個狀況… 你可不可以簡單解釋… 講一講… 那個背景… 是為什麼會這樣… 那個背景就是… 我們… 領南大學校長… 就在去年… 1月18日… 就… 進行了一場… 為校董會的行動… 原因就是… 就是… 梁振英… 就委任了幾個… 的校董… 去到我們領南大學裡面… 那麼… 當時同學就要求… … 校董會就承諾… 承諾一個專門小組… 就見到… 回到領南大學條例當中… 就是包括了… 廢除的收割監議員制… 以及廢除它… 直接委任校董的權力… 那麼其實… 在當時… 11月18日… 那時候… 就… 要求各個校董… 就… 表態… 就… 就是表態… 講回他們自己的意見… 是怎樣的… 是 那麼當時其實… 就… 見到大部份的校董… 也都是… 同意說… 應該是整個委員會出來… 就作出檢討… 嗯… 甚至… 那時候… 就算是… 不肯表態的… 一些… 比較紅碑的校董… 例如黃君如… 都在… 第二天電台訪問當中… 都說… 是同意成立… 但是去到今年1月… 就… 再開校董會… 但是… 去到談一件事… 那時候… 就以大比數的票數… 否決… 就只有四票贊成… 是… 其實… 這個情況是… 他們之前… 是… 同意和答應了… 是會開一個… 專責小組… 討論改革大學的… 大學特例… 嗯… 那時候可以說… 是同意了… 因為… 各個校董… 都是表態… 是覺得應該這樣做的… 那時候… 歐陽白拳… 也是多次感動… 同學說… 希望… 同學可以相信他… 而… 甚至是… 一些… 細節… 例如… 專責小組會… 包括了幾位的同學… 和… 教職員… 那意思是… 他們反口覆舌… 就是… 就是… 他們沒有說過… 甚至是… 用一個投票… 就是… 要否決了… 你們在… 會議上的… 一個議程… 就是… 討論… 大學校委… 改革… 改革大學… 大學… 大學條例的… 專責小組… 那個組成的內容… 等等… 那些… 現在完全沒有了這件事… 是… 可以這麼說… 那… 那天… 那… 那天… 我見到… 其實有不少的… 領男同學… 就… 叫做… 叫做… 校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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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甚至… 你指的是… 前日… 是啊… 沒錯… 前日… 其實前日… 真是… 問到的… 就是… 校董會主席… 和… 我們所謂的校長… 正國康教授… 其他… 校董… 通常… 都是… 由後門… 或者是… 那些小路… 就進去的… 那… 就… 那… 其實… 都見到就是… 如果… 只是問回校董會主席… 和… 鄭教授… 其實他都是… 膚欠我們… 甚至是… 談到一半… 那時候… 就是… 鬼鬼祟祟祟… 這樣… 是想走的… 那時候… 有幾個同學… 就站在旁邊… 包括我們… 學生會的朋友… 那… 他竟然是… 跟他的… 武安是想… 推開我們的同學… 衝進去… 衝進去… 是… 就是… 我們… 同學見到… 當然是… 就… 衝過去… 就是擋住他… 但他… 都是… 他自己… 推過來… 帶著同學… 就… 好像使用武力這樣… 但… 都見到… 他就是… 好像不想跟我對話… 就… 想衝進去會場… 是… 那… 劉同學… 其實… 看新聞各樣… 都有說到… 剛才… 你描述的狀況… 有些片都出了… 但… 其中有一點就是… 因為你們本身… 星期一的行動… 就是… 想要求… 所有的校董… 去解釋… 究竟為何… 一月份… 去投… 這個反對票… 而在11月份… 就明明… 答應了你們… 去成立這個專責小組… 去討論… 相關… 那些… 關於… 大學的… 校監… 校董… 是否… 要特首委任… 各樣的… 這些議題… 那麼… 那… 你剛才說了… 很多校董… 你都… 都… 只是問到… 歐陽百權… 和鄭國漢… 鄭國漢… 但是… 其實… 他們… 當… 歐陽百權… 和鄭國漢… 他們的回答… 關於… 答應了你們… 他們的說法… 就是說… 我們那時候… 只是說… 考慮而已… 沒有答應… 這樣… 其實… 你可不可以… 再… 說清楚… 當時… 怎麼答應你們… 而他們… 怎樣反口覆視… 就是說… 我會說他們… 極度無恥… 其實… 在去年… 那時候… 其實… 也是… 談到很多次… 一開始… 他們… 都… 會… 在校董… 討論… 但是… 去到後來… 其實… 已經是… 要求校董… 作出表態的時候… 就是… 問他… 同不同意… 那時候… 其實是直接問同不同意… 成立一個專責小組出來的… 是… 不是… 單單是… 有問他同不同意討論的… 其實… 討論這個… 一定要討論的… 否則… 我們… 都不會那麼輕易… 當時就讓他走的… 其實… 那時候… 那時候… 都說了… 說了幾次… 說… 說… 那其實… 就是… 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就是… 這句話的意思就是… 那時候… 你覺得他這句話 這樣跟你說是什麼意思… 其實這件事… 大部份的校董… 都有點同意… 但是… 都要經過… 在校董會裡面… 正式程序… 才是可以做到的… 是… 其實… 11月那個… 你剛才提到的日期… 就是… 11月18日的時候… 當時… 那個環境是… 其實你們在… 圍堵校董會… 因為是什麼狀況… 啊… 對不起… 不是很明白… 就是… 在11月18日… 他們… 也是… 他們答應你… 就是校董答應你… 會成立這個專責小組的日子… 是… 是… 而當時的情況… 是… 是一個什麼情況來的… 是… 是一個什麼環境… 有沒有去示威… 有沒有去… 好像上次那樣圍著他們… 那些… 那些… 那時候… 其實… 本來那天是要開校董會的… 是… 我們就是… 不打算讓他們開… 是… 承諾了這件事… 才會讓他們開… 是… 但是… 其實… 他們當時承諾了你… 但是… 你們… 就是… 輕易相信了他… 沒有任何文件… 或者… 各樣去… 證明… 因為現在他… 就是這樣… 口賣口賠而已… 現在變成… 是的… 其實… 那時候同學都是… 不信了他們的… 因為… 那時候看到… 就是… 校董會主席… 就是語重心腸這樣… 是… 就是… 跟同學說… 是… 那… 後來… 會說是… 是… 那… 我想問一下… 如果… 如果… 譬如… 各大學生會都會開始換屆… 那你們… 現在… 那麼… 繼續怎樣去跟進這件事… 有沒有什麼後續的行動… 會… 那…其實我們… 後續行動… 一定會有的… 不過… 這個是… 絕對是要跟我們… 再談回來的… 那…其實… 我們… 那個社會… 也是… 就是… 就是… 我們做到的事情… 可以說是… 就是… 已經是盡力去做… 但是… 很明顯的結果… 都… 還未… 就是… 未… 我們理想… 其實… 日後… 如果… 我們… 在月底… 也是換裝的… 如果… 下裝… 有什麼行動… 我們… 都會出來支持… 明白了… 我最後想問一個… 問題… 其實… 關於這個事情… 在領大本身… 那個… 氣氛如何… 其他… 其他的學生… 他們是… 支持得多… 應該是… 不理得多… 應該是怎樣的… 就是… 如果… 看回… 單單是校董會這件事… 其實… 就是… 會關注的同學… 都挺多… 但是… 如果… 真的… 出到來… 是一起去… 去圍他… 其實… 看見… 就… 不算是… 很多人… 就是… undergrader… 都是得到二千幾三千… 是… 好像都沒有… 其實… 都是… 這樣的話… 我們… 都已經盡了力… 去做… 當然… 會說他們… 會去關注… 如果是做到事的話… 他們都會… 同意我三個系統… 明白吧… 就是… 明白… 希望大家… 多點關注… 其實你看到… 不單止是… 令藍、港大… 其實每間大學都面對著這個情況… 我們今早… 再次感謝… 令藍大學學生會… 劉振林… 接受我們的訪問… 希望大家… 加油… 會繼續跟進… 大家都會… 大家… 特別是… 我覺得… 接下來… 他都可能… 會用這種方法… 甚至… 是… 直接… 是… 用一個… 是… 我們已經… 不再討論這件事… 不出奇… 這些會這樣發生… 是的… 多謝你接受我們的訪問… 多謝你… 劉同河 多謝你… 好… 拜拜… 拜拜…